出国比赛 皮诺县长潘孟安颁发红榜 恭贺三地门乡巴格达外家族的石板菇 获得2022巴黎设计奖赢奖殊荣 县福每年争取银建署补助 执行社区规划师辅导培训计划 自2019年起巴格达外文化艺术协会 攜手林慧珍林传星两位社区规划师 电领原名将师分三年进行石板菇 室内和室外修缮 今年参加巴黎设计奖已会呼吸的 排湾族石板菇获奖 巴格达外包金人家族的石板菇 过去承载了在部落族人的一个共享 共识甚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精神慰藉意或在粮食 或是在这个家族他过去的一个发展史 那我们透过社区规划师 把他一些整个家族史 或是在房屋的修缮上用故宫点料 用我们在地的这个匠师 用在地部落族人的匠师 才有我们的原汁原味 透过社区规划师的设计 将梁柱结构体补墙 屋顶石板漏水整修 花台植栽和门片木雕修补绘制 以及室外石板椅修复 改建象征部落精神的石柱 巴格达外文化艺术协会 可以自主打造赋予这间排完族石板屋全新样貌 让家族成员们回味旧时光 也让现在年轻一辈更能深切感受到 部落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意义 更加深传承教育的重要使命 可能经过了七八十年的历史 其实我们的石板屋已经有在漏水 那当然为了要使我们的石板屋 能够恢复像以前 也经过这么多 所以要修缮 所以我们就特别在 这次有做一个石板屋的修建 然后里面图屯的一个修饰 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在开始做传承的工作 像我们达拉巴山 把这个勇士舞带来布鲁 也是在我们家这个田园这边 就教导后面的人要怎么跳 然后唱歌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 然后外面 所以我们坐了那个石板的椅子 所以大家有地方来集合 有地方来一起学习 原住民老祖宗智慧 排湾族的石板屋 冬暖夏凉 符合现金绿建筑的设计理念 三地门相公所表示 未来将成为社区小旅行的亮点 那在未来呢 这个会也会是 我们在规划整个 我们带状的这个套装形成 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 后续我们相公所也会来 一起做一个维护 跟史料的收集的整理 我们会来做一个协助 在巴格达外石板屋内 摆设了不少古桃湖 及原民工艺品 协会致力传承原住民传统文化 巴黎设计奖是一项具备 全球性和多元文化包容性的 国际赛事 包含在建筑 室内 景观 产品和平面设计领域 未呼吸的排湾族石板屋 获得建筑设计项目影响 让世界看见台湾传统特色建筑 评论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员